孤独的人少了一份屈众的随性 多了一份孤独的固执 他的固执不被知道 不被理解 不被认同 更不会被支持 很少有人不会孤独 很多人也害怕孤独 但其实 孤独才是这个世界之外 真正的你 孤独是一个人的骨头 读柴静的文章 真的就觉得自己是站在了众生面前 以一个陌生的视角 在审视着自己的生活 今天我就和您分享他的这篇 《孤独是一个人的骨头》 读给你听 《分家在十月》是他做的 很多人都看过 在2000年的年会上 看了这个片子之后 我来了评论部 刚到就赶上评论部的主持人合影 在焦点访谈的演播室里 前排是静大姐 白颜松 水军翼 还有他 我是刚来的小姑娘 自然而然站在后面 她转头看到我 轻轻扶了一下我的胳膊 把我带到第一排中心 她的位置 那个时候 她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她也不知道 后来每一年评论部的年会 看她的主持都是我的大节目 看她在台上守灰目送 开领导的玩笑 戏谑风头人物 逗逗女同事 但让大家永远在最真挚的东西面前 掉下眼泪 台下众人呼喝 叫彩 吹口哨 大家都爱她 后来 常常在食堂遇见她 远远看着 面色不太好 我们几个都为她担忧 有次去部里开会 她晚来 众人面前 自自然然地说 我的抑郁症 我呆住 只顾看她 很久后 发短信 去看看她 她那时正寄望于童年梦幻 一大屋子 都是老电影的剧照 她自己穿了各种各样的旧年代的衣服 半戏中人 我们座均通知书 她说得病的前后经过 她说得淡定 我听得揪心 再见她 再见她是某个下午 坐在电脑前头的时候 突然办公室门开了 她走进来 咦 我很惊喜 你找谁 找你 她坐下了 在我对面 然后我们聊天 我坐她对面 杜小静过来说 真相调查的采访 真的 这不是普通办公室里的谈话 也不是普通的聊天闲谈 她一句寒暄没有 那么认真 谈的是执剑姓名的事 她谈的问题 我当然不陌生 社会的良知的失去 缺少希望 缺少坚守的人 让人想要放弃 这些话 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 很多人在文章里说 很多人在喝酒后说 但是她 只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 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 她谈起这些的时候 并不仅仅是在表达 就好像 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就像是石头一样 死沉地压着她 逼着她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 我只想对她说 她不能放弃 因为我们需要她 并不是因为她有名 或是幽默 而是她代表着我心中评论部的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还有她身上的真诚 和绝不掩饰 有了这个 她才有勇气和智慧 嘲弄那些可笑而巨大的东西 大姐找我问号码 她立刻起身走了 临走的时候 她拉开门又回身说了声谢谢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觉得有一点心酸 今年年会 她仍在台上 只是没有像 翻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了 评论部 现在也得了抑郁症吗 她站在台上说 底下悄然无声 这场年会 她亲自张罗 请了赵半山 郭德纲 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 不知她花了多少功夫 但是陆陆续续 台下的人有些走了 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 最后一个节目 她请来罗大佑 罗大佑一直坐在厂下 喝了两瓶酒 一直到十一点多上场 大佑也不登台 踩着凳子抱住吉他 一束光 对着话筒说 小崔 不怕 我也抑郁过 不是我们有病 是这个时代有病 他们拥抱 我和大群人离开座位 围坐在他身后侧的地上 小崔向我招招手 让我去他身边坐 那里正对罗大佑坐着 看着他晶莹闪烁的双眼 我怕挡着大家 脚手着地地爬过去 与他并肩坐 大佑说 唱什么 光阴的故事 四百多条汉子齐声喊 大佑青年闲索 琴声轻烈 我们高唱 流水 他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善感 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我看到对面坐的 小红眼里的泪水 后来他说 知道吗 不是因为歌声 是因为我看到 小崔热泪盈眶 今年 是他到评论部的十年 我听过他提起过一个梦 谁都知道他睡不好 更不要说深度的睡眠 但只有一次 他说 我做过一个梦 梦到像白杨店一样的地方 和朋友们在船上 能听见船桨 滑过水波的声音 还有水鸟 从耳边掠过 然后他醒来 发现自己睡了三分钟 他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 在这样的夜里 一直醒着的人 我只希望 他能拥有那个 只有水波和水鸟的 宁静的 内心世界 孤独者的灵魂 是醒着的 醒着的灵魂 才看得到世界的真 往期和大家分享过 很多关于孤独的文章 但每一篇里 都有一个不同的朝圣者 值得我们去追随 感谢您静静聆听我的分享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品读我为您准备的 更多精彩文章 我是潮雨 明天见 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念念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 不伤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发黄的香片 古老的心 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 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誓言 就像那个本里 缤纷的书签 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 可是终究是一阵眼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两个人 就在那多愁 伤感而初次 回忆的青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